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十八年 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玛加 是压沙龙的女儿 亚比央做了他父亲 在他以前所做的一切恶事 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 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然而 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 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 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 兼立耶路撒冷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 都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罗伯安在世的日子 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亚比央其余的事 凡他所做的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亚比央常跟耶罗伯安征战 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的城里 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年 亚撒登基做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 他祖母名叫玛加 是亚撒龙的女儿 亚撒效法他祖大卫 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从国中除去鸾同 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并且贬了他祖母 玛加太后的胃 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 亚舍拉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亚撒一生 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亚撒把他父亲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 在世的日子经常有战事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于是亚撒把耶和华殿 和王公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 都交给他的臣仆 打发他们到住在大马士革的 亚兰王西巡的孙子 塔伯利门的儿子 便哈达那里去 说 你父亲曾跟我父亲立约 我与你也要立约 现在我拿金银做礼物送给你 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成义 他们就攻破以云 但亚伯伯玛加 基尼列全境 拿福他列全境 巴沙听见就停工 不休住拉玛了 仍然住在德撒 于是亚撒王通告犹大众人 不准一个推辞 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 所用的石头 木头都运走 用来修筑遍雅敏的加巴和米斯巴 亚撒其他的事 凡他所做的 以及他的永利 与他所修筑的诚意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亚撒年老的时候 脚上有病 亚撒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祖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沙法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 耶罗伯安的儿子 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 共两年 拿达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做他父亲所做的 犯他父亲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以撒家人 亚西亚的儿子 巴沙背叛拿达 趁拿达和以色列众人 正在围困基比顿时 在菲利叙的基比顿 杀了他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 巴沙杀了拿达 窜了他的胃 巴沙一做王 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 凡活着的没有留下一个 都杀尽了 就应验了耶和华 借他仆人 士罗仁亚西亚所说的话 这是因为 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惹动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怒气 拿达其余的事 凡他所做的 都写在以色列 诸王祭上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 在世的日子 经常征战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 亚西亚的儿子巴沙 在德撒登基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共二十四年 他做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 犯他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